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暑假旅游旺季 在立法委员蔡适应出面协调下 军方已经同意出借基隆港东岸的威海营区 提供基隆市政府作为假日临时停车场使用 预计可以超过300个停车位 配合军港西迁 位于基隆港东岸属于131舰队的威海营区 大部分营社已经拆除完毕 由于只有市中心区近几次的假日都涌入大量车潮 却因为停车位不足出现大塞车的状况 因应即将到来的动物节连续假期 及后续的暑假旅游旺季 立法委蔡适应特别邀请军方与基隆市的方面会开协调 确定提供这块空地 给基隆市政府作为假日临时停车场使用 请的结束 公关旅游的风气越来越盛了 那我想基隆过去长期以来 过去这几年我们推动的很多观望经济建置之后 每逢假日 有许多观望客来到基隆旅游 也因此 增辟基隆的停车场是刻不容缓的 那之前其实 市应在推动军港欠业案的过程当中 我背后这块土地就是过去的渭海营区 当时就想说 未来交由港公司来做或许的开发嘛 那只是按照时程来讲应该到明年 那市应也了解到基隆市市民 以及观望客的需求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军方 还有基隆市政府 来到这个地方协调 能不能暂时性的就先提供 作为假日跟尖峰时间 旅客的需求停车需要 那刚才的结论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未来规划完 这个停300多个车位 那从我们的端午年假开始 端午年假开始 由市政府来规划 提供作为民众的 旅客的停车场 那以及在暑假期间的 每一个礼拜六跟礼拜日 也都提供 作为这个民众的停车场 据要解这块空地 大约可提供约300个停车位 基隆市政府计划 采取接驳车方式 增加游客到这里停车的意愿 更加规划游览车停车区 希望有效疏解 假日期间 基隆市区的庞大车流 提升既有旅游服务品质 目前以短期来说 会希望朝开放的免费的停车空间来做使用 那在冬午节的前夕 市府这边会做一些完整的配套规划 那包含可能会有一些接驳车的导引 跟接驳的部分也会来这边做个处理 那因为主要这块空地的部分 目前还是由军方来做管辖 那相关的使用上的部分 还是要配合军方这边的做管制以及使用 那未来也不排除可以停放游览车的部分 来供这个市区的停车 能够有更多的供给能够给市区停放 记者张继辰基隆报道 基隆市长谢国良 希望举办基隆最佳寿司大赛 带动基隆观光 以及相关于货类周边食材 因此由市政府官销处编列 追加预算500万元 不过机动市议员 对于举办这项比赛意见不同 还一度擦枪走火爆发口角 导致中途休息30分钟缓和气氛 最后由市长谢国良 以及议长佟子伟分别和赞成 以及反对双方议员沟通后 最后删除100万元通过 赞成全部删除500万元预算和反对删除预算的市议员护杠 擦枪走火双方情绪一度相当激动 而听到喊出要动用表决 双方更是吵成一团互不相让 事情是因为机动市长谢国良 希望举办机动最佳寿司大赛 带动机动观光 以及相关于货类周边食材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除了我们既有的海鲜餐厅以外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建立一个蓝海的概念 要打出一条新的产品线 那机动海鲜又是我们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说尊重议会 基本上对于海鲜的一个 对于这个寿司的一个活动的一个预算的考量 但是明年度我想我们还是 因为我们是先活动后扶植 所以我明年度还是会继续去推出具体的预算 就像我们现在在扶持24小时书店一样 我们明年也会针对 真的希望基隆的创业青年 或者是有一些名店要来到基隆去开寿司的分店等等 那这些主要是给这些来创业的人用 像大的连锁寿司讲真的 他们也跟这些 并没有最直接 跟这些未来的补助创业 也没有最直接的关系 那我们在做这个比赛的时候 也不是为了这些连锁是做的 是为了一些有特色的比较小家的店 为了要推广他们额色 我们可能在众多的奖项里面 会留一样给连锁的啦 比如说你说寿司狼啊 葬寿司啊 什么哈玛之类的 大部分我们的奖项还是要留给这些 基隆的创业的这些青年 或者是有一些特色的师傅 他们就是想要在仁爱市场 在基隆的哪一个地方 开一个有特色的寿司店 然后慢慢把它拼凑成一个 基隆的海鲜寿司地图 有些是海鲜 有些是寿司 但这都是我们的竞争优势这样 因此由市政府官销处 编列追加预算500万元 不过基隆市议员 对于举办这类比赛意见不同 反对的议员建议全数删除500万元 因为担心会有食品安全的问题 以及寿司跟基隆 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渊源 我觉得我们应该办海鲜大赛啊 寿司大赛坦白讲 会不会有一些食安问题 而且会有一些 这个举办的场地上面 它的一些设备上 要怎么解决 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成为 业者最大的问题 也会成为业者在这个 保鲜冷冻上面最大的考量 这个温度的控制 整个运送的流程当中 我相信市长吃过寿司都知道 寿司其实它台前就会有一个冷藏柜 为什么 因为它的温度控管非常的重要 十分钟之内 这个生育片的生菌素 大肠杆菌素 长颜胡菌 都会飙到最高 那这个活动你要怎么办 你有做好规划吗 过去这几年来 我们渐渐有一些 尼吉利苏西 一些这个握寿司的这个店 陆续有开 没错 但是实际上 真正跟基隆有历史观渊源的 其实是萨西米 就是日本时代源流下来的 就是你的阿公我的阿公 年轻就在吃 吃到后来的 其实是萨西米 不过赞成举办寿司大赛活动的议员 认为谢市长刚上任 举办寿司大赛有什么不好呢 不应该什么预算都要删 应该给谢市长试试看 之前林又昌前市长刚上任时 市议会也是全力支持预算 让他试试看 有的母港 我们是一个国际城市 所以有一个国际观 或许有的认为说 拉面也不错 或许什么也不错 意大利的披萨也不错 什么也都可以 但是既然今天市政府已经锁定说 现在国际上对寿司是普遍的认同 而且是可广受欢迎 我想我们一个国际 一个本土 我建议 不妨就让市政府 放手去打拼看看 因为食材的保鲜度 还有食安的问题 其实很多议员都有提到 那我相信 既然有提出这个计划 那我相信我们官销处 以及我们卫生局 对于这个计划 整个周全 他们都有经过考虑 本席希望这个计划 大家支持 让我们基隆能够行销出去 所以本席是认为说 千万不要删 就如同我们以前一样 我们相信 府会和谐 而不是每天 这个要删 那个要删 那市政府怎么样去做事情 我们希望说 给市政府最大的支持 提醒大家 林就让市场人员有多重视 你知道吗 我们办了什么 河滨岛公园 跟冲绳岛的共济岛 大家还记得吗 明年我们好兵 我每年也去看 那请问 我们跟冲绳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行销冲绳的 美食服装 有的没有的 我们通通支持 不过双方越讲火气越大 终于擦枪走火护杠 导致中途休息30分钟 缓和气氛 最后由市长谢国良 以及议长同志委 分别和赞成 以及反对双方议员沟通后 最后删除100万元通过 预算删除100万 第二点 请市府注意食品安全 并于本活动结束后 将成果效益分析 报告提报本会 没有意见通过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由于基隆多余 机动市长谢国良希望利用适度的空间设置 社区健身房 方便饮法族长辈 以及上班族下班时使用 因此由市政府民政处 以本市运动空间活化 即设备态换建制等科目 追加编列预算3000万元 不过因为议员们对这笔预算意见也不一样 最后议长同志委决议 小砍200万元通过 要求市政府先做做看 由于基隆多余 基隆市长谢国良希望利用适度的空间设置 社区型健身房 方便饮法族长辈及上班族下班时使用 因此由市政府民政处以本市运动空间活化剂设备 态换建制等科目追加编列3000万元预算 其实基隆是多余 所以大家很需要室内的运动空间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我是希望说就是趁个下半年 我们可以做个几座 至于你说几座 我认为这个三到四座左右 然后做给大家看 但是这每一个健身房应该都是有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有个八十平一百平左右的规模 然后有充分的一个健身设备跟这个器具 那这个器具到底是心肺型的功能 还是重量型的功能 这个可以有待讨论 然后这个健身基本上是收费的 然后也是交给民间来管理 民间比如说包括像救国团在内 有经营过这个健身设备 或者民间的设备的业者 基隆很多年轻的创业的这些 这个健身教练的这种独立健身房 不过因为议员们对这笔预算意见不一 有的议员认为如果在个理活动中 新货式学校使用 后续维护管理该怎么办呢 全市有157个理 平均每个理只有19万元也不够用 干脆删除部分预算 找一两个地点先试办看看成效 如果每一个理都要设置健身中心 你平均一个理要给他多少 才19万 19万是能盖什么 19万是能买什么 有两台的跑步机放在那里 确定长辈会使用吗 那如果放在那里是不是要有人去看 就是看着这些长辈 以免他们跌倒滑倒不会操作 可是 可是如果没有老师在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去做 可是没有老师在的时候 这些设施用起来很危险 这就有所谓的教练的费用 或什么的话应该是另外还要再编一笔预算 可是你却全部通通都把它写在这个计划里面 让人家看不了解说到底你现在这个计划 你是要用做设备的一个充实 还是做整个运动的空间的调整 以及运动能量的一个提升 刚刚有提到你做一座 七百万到八百万九百万 我可以啊我可以支持你一座 我建议本次的预算就提到一千万吧 等你把这一座做好 那把你的规划都弄完成了之后 你到年度预算 你要做其他第二座第三座 到第四座第五座 我觉得告诉你 你提到预讳来 本会和本席绝对全力支持 但是赞成的议员认为 因应基隆老年化高龄化来临 避免老年人积少症 多运动设置社区型健身房是有必要性的 中正区人准备好了 我们空间准备好了 我们都期待赶快 因为这些老人家也觉得 这样做对他们有帮助 他们的肌肉慢慢恢复健康 他们本来没有办法动的 现在慢慢可以慢慢的走了 甚至有些人觉得我灵活多了 这是我们亲身体验 我们自己看到了 能够极大化的活用 当地的设施 变成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环 至少把那些老人家 把那些不想在家里面 屋主的人把他全部拉出来 如果像这样的健身中心 对我们的里民来讲 是个大利多 可以活化我们闲置的空间 跟低密度的一个空间 所以以上四点 本席是非常支持 让民政处去烦恼 我们不用改变这么多 什么处什么处 我们都不用烦恼 因为民政处有一个自治行政科 它会跨各局处的设备 能够改善我们 天后时常下雨的整个环境 在变列 那里面也写得很清楚 我是希望啊 我们本会的同仁人支持 好的 我们要支持 平良心讲我们在座的议员 都不是专业 那我们就不用选市长了 那在这边讨论一些 细枝末节是不对的 做不好下次不要给他钱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也有议员认为 是市长谢国良的构想 和市政府民政处 编列的科目内容 不完全相符合 需要改进 还有我要强调个观念 你市政府编的预算 你怎么可以跟民众收钱呢 市政府花钱买预算给民众用 结果你要委外来跟民众收钱 这不对的 最后基隆市议会议长 同志委决议 以七个区 每个区四百万元预算为基础 留下两千八百万元 小三两百万元预算 让市政府在年底前事办看看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有鉴于基隆捷运沿线仓储区的变更 恐怕危及基隆港灭港 基隆市议员林佩祥 在市长施政总咨询时 点出基隆港货运后厂 严重不足的问题 督促市府找解决方法 市长谢国亮大巡师表示 会召开专案协调 打造基隆戏科 让基隆人留在基隆就业 在基隆捷运建好之前 基隆港就会先被灭 而这个难题 就是基隆港货运后厂 严重不足的问题 有鉴于基隆捷运沿线仓储区的变更 恐怕会危及基隆港被灭港 市议员林佩祥 在总质询时点出基隆港货运后厂 严重不足的问题 所谓的后厂也就是说 当船停在我们基隆西岸的货运码头的时候 因为我们基隆市的平地是相对稀少的 所以它的货柜没有办法放在船边 直接做拆并柜跟运输功能 所以它必须到北无赌 暖暖 甚至我安乐区的上市货柜 去做拆并柜跟运输货物 而如果一个港口的码头 没有后厂的支援 那这个港口会被海运业者自动的抛弃 所以是直接威胁到我们基隆 目前在地最大产业 基隆货运港 非常严重的威胁 所以在这边我想就叫产发处 或者是都发处 未来是否有针对 基隆港仓储地的通盘规划 都发处长谢肖坤指出 仓储区面临转型过程中 必须要管控 确保足够的港部用地运作 逐渐带动城市与产业的转型 我们应该跟港公司的确针对这个问题 来进行这个诠释的一些盘点 那包含刚刚一座讲的 就是在剩余的这一些仓储区 在面临这个长期还有一段时间 在慢慢转型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有一个管控 可能就是它在变更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也要去邀请这个港公司来讨论 就是说要盘点剩余足够的 在确保这个港部用地 这些可以运作的情况下 那逐渐带动我们整个城市的转型 跟产业的转型 谈发处长林鼎超表示 招商引资是新团队要做的 是否都会积极来协助办理 未来我是希望可以赶快 跟这些货运的共识 来积极来沟通来协调 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 包含像安乐区 或者是七堵区 或者是暖暖区 如果他们觉得有一些比较适合开发 这个后厂的地方 我们都会来积极来协助来办理 市长谢国良达巡师表示 会召开专案协调 打造基隆系科U-Town 让基隆人留在基隆就业 就是捷运进来是好事 但是沿线的这些仓储区 他们未来的作业移转等等 未来我们会请秘书长 会召开一个专案小组 会跟这些业者来讨论 港务的部分跟观光的部分 我们是觉得说基隆市站在我们的立场 还是希望能够并重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基隆市议员蓝敏黄在咨询室表示 前市长张通龙以及许才利任内 都有与民有约 倾听民众的声音和需求 但是前市长林又昌时代取消 市民希望能够恢复 市长谢国良大巡师表示 确实有听到很多声音 决定恢复与民有约 总咨询一开始 议员蓝敏黄就建议 恢复前市长许才利 张通龙任内 每周一次与民有约 亲自接见市民 立即获得谢国良正面回应 很多的里长 很多的林长 很多的市民 都跟我建议 都跟我反映 过去的市长有约 为什么取消了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建议 甚至很多的委屈 希望向市长来陈情投诉 希望市长能够帮忙 这么好的政策 很可惜 林又昌前市长 一上天就把他取消了 所以我对谢市长的第一个建议 就是请市长挥拂 市长有约的政策 让谢市长能够像 张通龙市长 能够像许才丽市长一样亲民 关于我的第一个建议 我想听听看 市长能不能同意我的建议 我们的时间可以把它定下来 可以跟外界说 我们以后就在 每个礼拜一的下午 五点钟到七点钟 每个礼拜一的下午 五点钟到七点钟 我们来做与民有约的 那原本之前也有人有推荐过我 那我们原本在考虑的点 我会跟议员报告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地方人士 听到这个意见 但是因为您提不一样 那原本我是考虑到 因为公务真的有很多 我们需要让基隆 很多东西都进入改变 所以其实我认为 在公务职场上 没有一个会议 没有一个决议 没有推动一个政策 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效力 跟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拿我们尽量 大概五点钟以后 到七点钟这个时间 来见民众 如果他们愿意来的话 我非常乐意接见他们 解决他们的问题 做以上跟您 此外 蓝敏黄体恤警察辛劳 重视警察权益 希望能和市长一起争取 远景超勤加班费 三月份立法院 已经有很多立委建议了 那我们基隆市议会 也提出这样的建议 我觉得非常好 希望市长能够在这方面 来帮忙争取 我记得我刚当议员 那个时候 我们都在帮警察局 争取什么 超勤加班费 这几年前也没有 所谓的超勤加班费 但那个年代 我们议会的同仁 不分党派 一起向中央 就由议会提案 由市府去建议 很快的立法院就通过了 那么十年后 今天有所谓的 繁重加急 那我们也希望 比较过去的做法 由议会来建议 请市长向内政部 来争取警察同仁的福利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道 环保署将举办 第四天然气接收站的 环境影响评估会议 市议员韩世玉 希望基隆市长谢国良 秉持当年挡下 深澳电厂 谢美码头的初心 表达保护基隆环境的努力 这个有关于说 我们协和电厂 四阶的问题 今天下午两点的话 会在环保署举行 协和发电厂 跟建改建工程 那含地式天然气 这个田海造物工程 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的确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要闯关 但是呢 我们航港界跟户海团体 大家都非常的担忧 那本期的话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这个市政府 那有关于说 对于这一块的看法的话 到底是怎么样呢 环保署举办第四天然气接收站 环境影响评估会议 市议员韩世玉在总质询时 询问市政府态度 希望市长谢国良表明立场 对于四阶如果新建的时候 对于基隆港的一些相关的影响 对港务的作业 对基隆港的一个周边的生态 还有尤其对一个基隆市未来 这个港务的发展 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所以航港界也非常的担心 那本府必须要表达出他们的心声 第二点就是也担心未来 万一发生意外 或是军事冲突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两岸的关系也相当的紧张 一不小心这个所谓的天然气的储存潮 万一发生了意外而发生爆炸 由于它就在基隆港 跟基隆市的市中心 一公里以内的一个距离 所以事情如果发生了 我想可以说是会一发不可收拾 会造成非常重大的一个安全的伤亡 所以我想基于这两点 我们仍然是对目前的世界方案 是持着非常保留的态度 韩世瑜强调希望市长谢国梁 能够秉持当年反对 谢美码头的初心 一起保护金融的环境 尽最大努力 他们开发单位的话 也没有替代的方案 那既然说没有替代的方案的话 那怎么会接下来 你二阶的评估的报告书 东夷所谓的3.0这一方面 都不可能会有任何的讨论的空间 那既然没有任何的讨论空间 而且呢也不在我们的 所谓的基地范畴内 那说真的我们这边的话 市政府立场一定要坚定的 来去做一个拒绝 如同我们市长当年 那当年的部分的话是家父 那当然呢 当年家父跟我们市长 一起反对所谓的 这个谢美码头的这个部分 那市场的立场呢 依旧还是依然坚定 以前呢是爸爸 现在呢换儿子 那市域呢也如同跟市长一样 并肩作战 一起反对我们市街天然气 这种无礼 而且呢没有经过 任何的一个要求 而且还没有经过 我们市民大家的同意 他就来去做一个进行 所以呢本期是希望说 市政府坚定立场 市长好不好 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跟韩家两代一起来 守会基隆的海洋跟家园 谢谢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感谢您收看众家新闻 我是吴俊峰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雍市政府各單位 正在推動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動或是社會福利措施嗎 關心市政做回來節目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地每周三晚上9點 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市政做回來 眼界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界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 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移化節目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貼固 1.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2.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似不宜藥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集團關心您 有人跟我告白我拒絕他了 從那天開始他每天出現在我附近還會發很多奇怪的訊息 怎麼辦 別擔心 從民國111年6月1日起 此類跟蹤騷擾行為都屬於犯罪行為 被害人可提出告訴 警方也會對加害人開出書面告誡 兩年內再有跟蹤騷擾行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請保護令 違反保護令者可處三年有期徒刑 攜帶凶器者最高可處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儀對象請尊重他人意願 杜絕跟蹤騷擾行為請打110報案 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